大家好,我身處在紐約的現場 就是Samsung Galaxy S8的發佈會現場 我現在手上拿著這部就是 Galaxy S8 Plus 先跟大家說一說外形 其實外形上跟Galaxy S7 Edge很相似 只不過機面的屏幕比例比上一代更大 當然沒有了實體空件之後 就變回虛擬的所謂三天王件 這個三天王件其實中間的空件 都是用了感壓方式 給大家一個控制的感覺 機背方面 其實跟Galaxy S7有點相似 反而我想看一下就是 其實今次的相機部分 其實就沒有那麼突出 應該都不用怕刮花相機的 前面那塊濾濾 相機旁邊的就是一個指紋感應器 Galaxy S8和S8 Plus 其實都一樣是用USB-C介面 還有保留這個3.5mm插頭 大家都知道它會跟一個 AKG調音的高階耳機 那我想用這部機聽歌應該都會有 差不多是好的效果 那再看看這部機 其實最主要的方面 是那個介面是有改變的 現在呢 現在只是指向上一畫 或者向下一畫 其實就可以出回那個 Drawer 今次可能我這部機 就比較有些 工程壓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工程機的反應可能 比較慢一點 大家都看到了 手指向上一畫 其實就會出回那個AppDrawer 那 還有只要按一按 音量鍵下面這個按鈕 那其實就會召回這個 Bixi這個 AR助理的介面出來 不過因為現在這裏 就這個 Lervid很繁忙 那就試不到任何 語音助理的功能 那 大致上都是這麼多 那我在這裏都遇過一下 那 那香港呢 應該會就會在這個 四月尾到 就舉行發佈會 我想 大概五月初 我個人估計 就五月初 就會 賣介 那大家到時就留意了